真桃花眼 冤枉桃花眼 三角关于桃花眼 桃花劫桃花眼 所以不要一个桃花眼就形容了 而且桃花眼不一定桃花劫的 原来有桃花运都可以 所以记住了 不一定是劫的 可以运的 逐迹介绍了 首先讲真正桃花眼 原来真正桃花眼 是眼头有少少这个位置 就套上去的 这个叫真正桃花眼 眼睛很长的 看起来的样子都很漂亮的 那个臥蚱来说是很深很清的 朱灵灵还有翁膳又是 都是真正桃花眼 都是眼很长很漂亮 这个位置有少少是拱了上去 眼头就比较尖的 还有眼比较长 眼黑白分明很有神的 就不是老神是有神的 那是真正桃花运的桃花眼 不是桃花劫的桃花眼 是无论年纪多大多大多大 都会有人喜欢的桃花眼 有这个就正了 第二就是鱼美纹 那些人经常说这个叫桃花纹 这个错到不得了 真是人云亦云 错到现在都会错的 为什么 我们说有桃花运的意思 就是很多人追 很多人追来说 就不是这个 原来这个叫黑妻纹 是离婚纹 但一个人会离婚 或者嫁两次 或者结两次婚 结三次婚 是不是代表很多桃花呢 可能不是的 可能每次 一会这个人没多久就结婚 结完婚他又散 又会第二个又结婚 结完婚又散 原来这个是嫁几次 或者娶几个老婆的眼 就是这个都是说 三十岁前有这个 原理纹才是这样 所有这些纹 都是凡是纹的 是三十岁前有 我们才算是 那条纹是有问题的 不要见到一个五十岁的 太太 不要说人家是五岁 美女 五十岁的美女 或者五十岁很英俊的男孩 很多纹 你就不要说人家桃花纹了 因为人家年纪大了 当然有些少纹 不要说人家黑妻 没错 好像我们B 他有很多这些纹 又多英俊 你不要说人家有很多纹 又多英俊 又说人家桃花 不一定的 记住这个叫黑妻纹 容易离婚 因为古代没有离婚制度 原来会黑死老婆 或者黑死老公 离婚会不会好些 三十 要三十九四十 你说问得对 因为这个黑妻纹 这个位夫妻的位置 三十九四十 如果你发现有黑妻纹 过了四十 后结婚 就不用结多一次婚 所以要离婚 接着这个纹 才正式是桃花纹 原来桃花纹 就在眼肚下的位置 这样走出来 才叫桃花纹 记住了 如美纹是黑妻或是黑夫纹 眼肚走出来 眼中间走出来 这条纹 才叫做真正的桃花纹 就比较多桃花 特别容易受人爱戴的 所以这个是正式桃花纹 桃花纹的桃花眼 这个是桃花眼 黑妻桃花眼 桃花纹的桃花眼 跟着这个呢 就冤枉桃花眼了 冤枉桃花眼是什么 眼大 眼珠大 原来眼大眼珠大 叫做孩子眼 这个叫半岁眼 半岁眼不是揍你 真的走着会摸在这儿 原来真的左脚右脚 右脚左脚 一生成都可以摸 所以这个半岁眼是比较差的 那半岁眼除了一生摸之外 还要有一身感情方面 拖泥大水 悠游寡断 常常戀上那些 有夫之苦 或者有苦之夫 但是这个半岁眼呢 而女人比较多 很少男人有半岁眼的 但很多女人有半岁眼 所以岁眼是不好的 因为我们形容眼神的时候 都有说的 不岁似岁 不醉似醉 常如病酒 这样的眼都叫做没有眼神的 那半岁眼就整个眼睛变下来 好像睡觉那样的 然后这个桃花劫的桃花眼 就没有仰华 为什么呢 原来看个眼白了 我们黑白分明 黑白分明 即是你也是 我也是 黑白分明 就是桃花运 多一点来 密一点手 少一点来 刚刚够就不用怕了 那为什么呢 原来桃花运的意思 你是很懂得处理感情 在感情方面 不会拖泥大水 不会一脚踏很多很多船 那你个人处理得清楚了 那这个桃花劫的机会 你是不是小一点 还有个人是斩钉切铁 斩钉切铁的时候 你要分手的时候 你就分手 哭着都会分手 但是这个眼白大粉红 或者眼神混组 或者眼神不清的人 原来很多时候 在感情方面 比较拖泥大水 尤其是去到眼运 35至40的时候 逢是桃花劫的桃花眼 一定会出现一段一生最重的感情 因为没问题 但是如果他在35前结婚 在35至40 就会出现一段重的感情 那怎么办 即是分爱情 是的 桃花劫 而且不止 包蜜的 一定会被老婆发现 所以变成桃花劫 因而影响婚姻 所以记住 有桃花劫 桃花眼的人 才在35后结婚 接着 这个三角关系 桃花眼 就是你所说的那种 眼带泪水 那我又说男人的眼神流露 非奸即道 如果你见男人平时不带泪水 突然间那轮带泪水 女人一样 那轮带泪水 就是短暂的气息 就是那段时间 如果是面带笑容 是认识了一个对象 暂时还没走在一起 那眼带泪水 面带愁容 原来犯官非 预备排期上庭 分分钟会坐牢 都会的了 所以记住 三角关系桃花眼就是眼带泪水 如果一生都眼带泪水 怎么办 如果样子很凶恶的 就一生犯官非 坐牢 打架 如果样子是善良的 就是桃花劫三角关系 所以 经常写小说那些 水汪汪的黑眼睛 如果你有你就惨了 水汪汪就是三角关系 黑眼睛就是孩子眼 孩子眼再加三角关系 你说烦不烦呢 重要 我现在说眼是独立说的 但是你看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机会 很多种情况走在一起都可以 真正桃花眼 可不可以带着桃花纹 可不可以带着粉红色 可以的 可不可以眼带着泪水 所以如果你有真正桃花眼 再加上眼带泪水 那你一生在感情方面就糾纤不清了 因为不是有真正桃花眼的人 人人都眼神是清的 它有族都可以的 所以记住 学的时候是独立 看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特征 在一起都会的 师傅不如实质一点说一下 那我先 你呀 它不是眼大眼珠大 就不是我们冤枉桃花眼 不是孩子眼 眼都黑白分明是有神的 那都是代表感情方面都比较斩钉切铁 不过眼珠大 心底善良 有人情味 都是会衰心圆 不过眼白呢 白的都是好的 不过我们的学生有很多孩子眼 是的 这个孩子眼 你看这个样子 孩子眼得来眼又不够神 好像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个又要小心点 这个又冤枉桃花眼了 就常常跟人很见过头 人家又不知道 你只是跟他聊天 他以为你对他有意思 那就展开追求了 那这个是真正桃花眼 这个不多不少都知道了 都像是吧 都是像圆眼 平时很多东西 这个都知道了 虽然眼珠没那么大 所以这个是孩子眼 孩子眼 像少少孩子眼 三个都拥有冤枉的桃花 尤其是这个 有桃花气息 幸好你眼神没什么 那个桃花气息 都稳妥一点 暂时没人骚扰 这个眼白分明 眼白不戴粉红的人 记住三十五后结婚 就是一生人最重的感情结婚 那会变成什么 那会变成什么 好 桃花混 那会变成 所以记住 你现在知道 你是什么桃花眼的 就怎么避 尤其是眼泪泪水 三角关系桃花眼 你一定会做第三者 或者结婚之后 老公或者老婆的第三者 记住 嫁过婚来过婚的人 所以全部婚姻不好的人 都是嫁过婚来过婚的人 可以避了这个 这个学生 这个桃花纹 就很清楚容易知道 他不是眼头走下去打横 那些眼纹 就年纪大就有的 他只是这个位置 一小小走下去 原来叫正式桃花纹 原来这么多个学生 他就最深的 但是其他学生都有 我们这个美女都有 这里有小小纹 小小纹 走出来见不见 这个短小的桃花纹 就没有他那么清楚了 那些又有桃花眼的学生 又有桃花纹 那就双重了 多好 多幸福 那为什么说幸福 原来永远有桃花 都比没有桃花 好像你和我 或者你们都是普通人 有时见到一个人 不是很喜欢他 就说 这个人这么严重 有没有试过 有 有 你说他严重 他可能明明五官端正 不坏的 就因为他没有桃花 原来没有桃花 怎么看久的人都不太熟眼 有桃花是什么的 不是不是很帅 不是很帅 人家也觉得你这个样子很舒服 所以我经常说 帅帅帅帅 不一定有男女朋友 有时的人 不是很帅帅 不是很帅 平庸的知识 都有很多男女朋友 有没有见过 都有 所以记得 尤其是你说 胖有没有女生 好像不关事 讲有没有桃花 有一个特别的眼 很奇怪 眼珠不平衡有什麽问题出现 原来代表早上那代很有钱 不过杀过人 后来还死于非命 不过你说的时候 学体上要很有技巧 你不要一说 你早上死于非命 他当然不开心 你逐句逐句 你早上很有钱 他说是呀是呀 我大地主来的 很厉害的 然后杀过人 他说是呀是呀 古代的人是这样的 不喜欢的丫鬟就推他下井 也有的 到后来死于非命 原来真的有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上一代比较多 不过幸好我们现在生活 是法治的社会 你和我都受法律保护 就开心点了 但如果你去到一些 比较法治没有那麽好的地方 你见到这些眼 你就知道怎麽解了 看眼就最紧要 不是看一个眼形 我经常说 不理你单眼皮伤 眼皮眼大眼小 都不紧要 最紧要是看那个人的动作 因为我经常说 眼要感觉 你不是经常见我 眼有很多废话说的 感觉很疑惑 感觉不知自己想怎样 感觉很坚定 感觉你在进取着 那原来眼是最难看的 学会看眼的时候 原来就下山了 不过 你现在未看到眼的时候 学一下看动作 教一下你怎样看 叫做眼有神 叫做无神 你现在捉摸不到 原来眼有神 你看下去 它好像反光那样 很sharp的眼就叫做有神 你见它的样子睡觉那样 那些就无神了 当中的层次 就继续继续学了 那还要讲言语 有时候那些人 你和他聊天的时候 他左顾右盼 以前那些人又说不好 他说 与对人说眼不看 印堂三十 有一关 就说那些人会短命 其实哪里有这么复杂 你和人聊天的时候 他跟你说 你都不想和他聊天 你当然是左顾右盼 是不想理他 是不是 所以不要这么复杂 因为不想和你聊天 你说的太闷了 所以不用理 有一个很可笑的 我们上一届的报政司 常常是笑笑口 原来当他推销那些 他自己都觉得 不是很舒服的政策的时候 就是 眨眨眼 原来底下又说 眼皮连续 眨不停 含笑之事 心不成 原来笑的时候 说话就无所谓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笑笑口 加眼眨眨 你看到一个很英俊 在你前面 你会不会很紧张 很紧张 就眼眨眨 或者我见过很美女 超级美女 跟我聊天 那我就很紧张 我就眼眨眨 原来只是眼眨眨 是代表人紧张 没什么 加上笑笑口 是什么 掩饰你的紧张 所以记住 眼皮连续 眨不停 含笑之事 心不成 除了眼皮连续 眨不停 还有低头而后语 有些人低头 才跟你说话 原来是沉思了一段 才跟你说话 代表人心机比较重 你又要小心一点 还有 有时的人 眼有红丝 就不是说眼白发大粉红 是整只眼有很多红筋 原来眼有很多红筋 人家就比较粗 粗老是什么 意思是容易打架 眼睛 行为举止 不是很细心 容易 会和人争执 所以逢眼睛有红筋 便会和人争执 但眼睛不是很多红筋 但是少少红筋 原来就容易生痔瘡 所以发现 你眼睛有很多红丝的时候 就不要吃那么多 燥热的东西 要多吃清淡的东西 说到红丝之后 原来有些人眼本来很清 但是有条红的线 这个就是气色 眼平时很白的 突然间有条红线 穿下眼的时候 是代表那轮容易有危险 会撞车 或者刀伤之险 那时候要怎么办 撞车刀伤之险 捐鼻 捐血洗牙 捐血洗牙 捐血洗牙发解 记住了 眼有红丝穿下眼的时候 要捐血洗牙发解 说到眼的部位 原来鼻梁左边这个位置 叫精舍肛电 又叫旁肛精舍 那为什么叫旁肛精舍 原来就是看人的色情事件 眼的中间 就是山根 鼻梁位置 那你发现 原来眼中间 有条很幼很幼很幼的线 在你的眼头 是青黑色的 原来这条叫通肝线 所以这条叫通肝线 不过 我经常被人问 我经常有 鼻梁有条青筋 鼻梁有青筋 它不是叫通肝线 叫做青筋扮鼻梁 无事哭三长 所以你看到 BB仔有青筋 经常哭 为什么 原来鼻梁有条青筋 不是叫通肝线 叫做头痛 那你说BB 懂不懂说给妈妈 妈我头痛 她不懂说 她就哭了 那接着呢 就智了 那我们很多人 眼头会有智 眼尾会有智 眼尾有智 就知道为什么 眼尾有智 就等于眼尾有鱼尾文 一样 等于什么 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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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严重的 眼头有智 眼头叫做膀胱晶射 一生常常有色情事件 三个关系 比较好色 所以记住 眼头有智的人 控制自己的色欲 要 眼上眼下有智 眼上眼下有智 这个叫田窄公 田窄公有智 家人有钱 有云产 眼下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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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认识 好像类智 对 人们叫做淚蜜 眼下的这个蜜 不是叫淚蜜 原来你哭的时候 眼淚蜜在这个位置走下来 凡他哭就是 原来这个位置走下来的蜜 低一点的 叫做淚蜜 原来这些 在眼肚下的蜜 原来叫做黑子淚蜜 左边是小 右边是小 是女 记住 眼头 黑子 最少离当解 最少离当解 因为黑的意思就是生离死别 有些 其实小孩子不大 也有的 小产也有的 生离死别的意思 大仔 中仔 二仔 大女 中女 三女 如果你是发现 第二第三这个位置 有的你不用怕 因为现在我们香港一般人 一个仔 或者一个女儿 如果你有两个仔 或者两个女儿 到第二个你才怕 类似就是哭 最不合眼的人是死于非命 所以曹操懒 他不记得他是不是死于非命 所以记住 最不合眼的人死于非命 然后有些人眼白 白那里有颗蜜 原来眼白里有蜜 所以它是这样的色 原来有颗指 尺寸的上压 尺寸的一点 在眼把那里才算 所以这个是骯髒的 有些人不算 反而它右边 有一条红线 一路穿到眼珠 死定了 血缸之灶 哪里要洗牙化解 立即要 明人相酸 看眉来说 就知道兄弟情好不好 原来最漂亮 就是王日华 竟然 和苗乔 苗乔 他经常说过 眉什么叫漂亮 眉要眉毛又 贴着眉骨女生 那王日华的眉 是不是比较幼 贴着眉骨女生 和比较长 那苗乔惠的眉 又是 那最不漂亮 反而是这个 竟然 是啊 梁朝偉的眉不漂亮 我们看大相 你容易看些 整个眉比较粗 而且不是很顺 那 汤震业和刘德华的眉 就是刚刚中体 所以最漂亮 就是王日华 和苗乔惠的眉 是否代表他们感情会更好 没错 他们朋友感情 兄弟感情 都是特别好 而且特别容易朋友圆 除了眉之外 为什么你的成就各个不同 有些是娱乐圈 或者有些是商界发展 原来又有原因 我经常说 娱乐圈发展 最重要的 这条 叫做什么 捧场纹 知道了吧 这条捧场纹带得这么重要 也有 好像做手术弄上去一样 那刘德华这张照片 我帮你先戒一条 不行 那刘德华这张照片 我们看不到捧场纹 因为有捧场纹的人 就适合群众 常见人的生意 政治或者娱乐 两样东西都是对的 虽然我不是娱乐 而外也有一条 当然没有人那么厉害 通行身都很厉害 所以很多人捧场 所以以前他们 差不多是最受欢迎 最高民望的政府官员 所以有捧场纹 做什么都比较好 那刘德华的中年就很漂亮 40至50 鼻运很漂亮 梁朝偉的鼻 40至50 很漂亮 黄日华的鼻 就略顺少少 因为稍微尖削少少 鼻梁没那么圆 鼻头尖少少 最弱少少 那妙桀卫的鼻来说 因为鼻梁这个位 起点的时候窄少少少 所以不够气势 反而整个相的气势 最好的鼻就是 汤震叶 会不会突然间 现在再上一步呢 因为整个相是最漂亮的 即到现在 可能是汤震要爆出来的 没错 没错 可能突然间这几年 修复失地 因为他的相来说 我们讲过 传统我们比较怪的相 就是额粒眉骨疼 额粒眉骨疼 这次记得了 少年运好 但是30岁 那时候就会跌一跌 没错 不是跌一跌 也会跌回来 可能要重头再起 也不止跌一跌 跌得很简单 原来他的眉和眼睛不靓 落到鼻子很靓 所以额和鼻子 可以再上高峰 那有没有说 鼻球位之前做生意很好 是的 但是劉德华 做生意也虧得多少 因为有些人相适宜做生意 有些人相不适宜做生意 为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 如果鼻子特别是高长短 而两拳配合不了 做生意是差一点 原来鼻子就叫自己 两拳看别人 鼻梁过高过长过短 就以自我为中心 很多时候顾不到别人的感受 那你做生意应该相反才对的 你要留意市场的感受 不是留意自己的感受 是看别人喜欢什么 不是看自己喜欢什么 所以凡是鼻高、鼻长、鼻直很大 而两拳好像我这样 千万不要做生意 好像我这样 做十样又可能蚀足十样 因为你看不到市场感受 不过我看上去就改善了 我们今天第一位观众就是廖小姐 是 她最近没有正式拍拖 对姻缘也挺心急 是 女製通常都急 希望尽量帮到 我看见你说廖小姐是科斗眼 对 科斗眼 刚才忘记教 你知道我露很多东西 经常忘记拿出来 科斗 科斗眼的意思是 眼头很大 眼尾就像是一粒科斗 原来科斗眼有个最大的问题 做事有头威 就无尾震 一鼓作气 接着就泄气 接着科斗眼之中 它有少少三角眼 刚才连三角眼都不记得说 原来又有少少三角眼 原来 这样有少少少眼走上去 叫三角眼 所以三十五和三十六的时候 小心被骗人 问你借钱 打死也不要借 说没钱没钱没钱 借了就没得还了 所以你记得科斗眼加三角眼 做事 坚定一点 因为你个人可以捱 原来他意识力有时不够 摇摆不定又想做这样 好像有兴趣 又想做这样有兴趣 你就不可以 一路贯彻始终 但是刘小姐的面上 有没有看得出 因缘真的欠缺 我们刚刚刚夹着桃花眼 她有没有这个特征 她是没有的 没有桃花纹 没有眼带泪水 好像没有一个 又没有孩子眼 没有一个桃花的特征 怪不得人缘 他比较少了 重要的 外表梳骨比较阔 人家看上去觉得 热一点 不是 人家会觉得热一点 热一点来说 她加上人 又喜欢随着东西 因为你眼睛了 刚才说 你又不主动去沟通 人家又不敢跟你沟通 那就没有沟通 不懂沟通 试试主动一点 因为你的样子 如果不笑 普通人看 因为相隔阔的人 都会觉得热一点 所以你又不主动沟通 在桃花或者人缘方面 都会减分 那我们再用相看其他东西 耳朵比较小 先天看 側完画 鸭没问题 眉眼不靓 人家悲观 去到拳和鼻就很漂亮 尤其是两拳 两拳是不是很漂亮 是不是很高 高到直接贴着眼尾 所以去到四十至五十 十年就持拳运 可以慢慢到事业上了 上了之后 不会跌 相信五十一至五十五 是不是很饱满 是 然后再下法力五六五七 虽然现在未现出来 但是你看到走势 都是开阔的 然后腰骨五百五九 一定好 下法六十之后 这个下法就很奇怪了 腰骨闊加尖下法 本来腰骨闊 下法很圆 应该不出街 但是没有出街 原来他很想出街 对 不过你朋友不够 没有人陪你出街 怎么办 不知道 不知道 你有什么想知道 不如让你问一下 所有东西我都知道 我想知道 我什么时候会有拖帕 和什么时候会有结婚 拖帕来说二零零九 重途花 现在零七不怕 那是否一定会嫁 譬如人家说 不正常因缘 对了 不是有人说过 但十年小时 你结婚离婚 二零因缘 有人走过来跟我说 赠我几句 意思是说我可能 这十年 要不就是事笨很好 但如果中间 如果随便嫁一个 就不会… 那不是叫赠你几句 那叫善你几句 那叫善你几句 那个人可能 阿伯 是否又是阿伯 喝茶 不是 悶不悶就是没有人 找你聊天 就找你惹你聊天 记住了 以后婚姻和事业 是完全不交叉的 你事业是好 无论你结婚 或者不结婚 都是好 你事业是坏 你结不结婚 都是这么坏 所以没关系 那面上来看 有没有能看得出 是要二老姻缘 还是要等 命也有 相也有 我们从相来说 眼眉睹 眼眉睹 是代表多少岁 婚姻出现问题 三十九四十 那你又没理由 叫人家三十九四十才结婚 那你怎样能够 一个婚姻不好的人 希望他能够避得过 就是刚才所说的 要嫁不正常的姻缘 即嫁了结束婚 命就更加有说 但命的观众不懂 原来命叫暗呼命 很难构成一个姻缘 经常容易认识到一些无心的人 或者人家有妻子 有女朋友 不太有心追求你的人 变成你构成不了姻缘 希望零九重姻缘 二零一二二零一三 不是 零九重桃花 一二一三重姻缘 因为桃花是认识异性 姻缘是有结婚的机会 除了担心你的姻缘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事业 还有我现在其实很想住宫 白行衰运 很坏 对 但不知道会不会 因为我看这两个月 运气不太好 会不会九月份会好些 包你不好 包得不好 好运转好工 衰运转衰工 怎会月份会转的 我们首先看年份 今天出生初春 都是刚刚冬天转下来 要火忌水 04至09都是熟水 尤其是07、08、09大水年 正在行衰运 所以无论看你上个部位 又是那么坏 看完命 到处这么坏 40岁才转得不可以 大这份工 40岁才能够 怎么办 如果这份工是稳定的 你怕什么 都是上班 放工有良出的 转一转工 可以找些东西来 买居自己 这样也可以 因为08、09又读书运 你这条路也可以 想着转法好工 机会不大 转一转变 可以读书 这条路是对的 这副个案就是 何生何太人 他们主要都是担心 家庭经济状况 因为何生 很多时候工作上都不是那么稳定 是 何太就有了 又要增加 可以知道 想要看耳朵 耳朵小小 耳朵很麻烦 但也有少少崩 所以二、三岁的时候 拥有一个大的身体障碍 看看颜 原来也有个美人丁 美人丁就代表 早有男朋友 少年来说 原来头发得挺重 也挺英俊 比没有人追 六、七岁 拥有男朋友 颜来说 不算阔不算窄 但比较饱满 原来环境来说 少年不算太差 应该有些零用针 可能比你更好 因为何太明显 比你更好 原来压阔压窄 就是少年的环境 多不多零用针 和行不行运 原来你更好 眉也更好 原来眉毛 眉毛比较有 眉头大占比较乱 看一对眼睛 眼睛也有神 眼睛有神 鼻梁 鼻梁 鼻梁有肉 特别高寒鼻 两拳够高 可以操纏老公的钱 全纳了他 下巴多多 眼睛无忧 门牙都齐 没什么叹 何生的相 耳朵不太好 比较小 轮边有点崩 不太整齊 印堂 这个叫金鸡夺印堂 就算30前起运都好 30岁后一定是一败徒地 其实没那么惨 要重头再起 所以他30前后28至30 去到印堂这个位置 是最坏的 眉运行不行 眉运一样 一样 眉头简直不合格 因为我们看眉 一定要两条眉 比较整齊 你有没有见到眉毛 两条很鸳鸯 幸好眉有个角 有阿Q精神 跌落地也拿回衣衫 给个理由开解自己 记得是眉有角的人 有理由开解自己 眉是不漂亮的 所以31至34 暈倒不可以 接着有眼睛 看看眼睛 眼睛 小心点 涂花劫了 盯着它 原来这个叫做 英雄难过美人关的眼睛 因为眼带泪水容易主动 这几年 35至40 容易主动有女生走过来 为什么 原来刚才看过命 看到这几年开始事业有成 有成就是有点钱 有点钱 有点钱 女生就觉得走过来 所以小心点 尤其是回内地做游地 男人没什么定力 35至40 过了眼纹之后 就没什么障碍了 因为再看下去 两拳和鼻都是漂亮的 虽然她的鼻不是特别有气势 但因为她属于比较瘦的面 瘦的面 配上一个不是特别大的鼻 正常 没有理由弄狮子 那么大鼻子 鼻子也算有肉 对 鼻头有肉 内心无毒 还有这个也叫正财鼻 都是适而一步一步赚钱 不是突然间一招来很多钱 那些 相信51至55 不错 饱满 法令五六五七 看到是开阔的 但现在面型衰骨 就不合格 下巴不够兜 衰骨不够圆 不够圆 原来有耳朱代表什么 六十岁后好 不是六十岁后好 有伤下巴加肥肚腩 他会越来越肥 整一下伤下巴就等于是好的 这个也代表六十岁后 不过要加肥 所以记住他 不要让他吃那么多 有得瘦就瘦 将来会越来越肥 笑起上来 露牙肉不合格 然后右边门蜜蜜 左边门蜜代表 爸爸 右边门蜜代表 妈妈性格古怪 然后还笑起上来露牙肉 说话不能守秘密 常常跟别人聊天 爆了自己的秘密 都还不记得了 而且说话不够技巧 就容易说出来 得罪人自己不知道 所以以后说话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那何生日太 有没有什么要问 我想问事业的,师傅 事业 刚才有你的命 还有看你的相片 掌握在我的手上 原来你的命 现在正在走运 正在自己投资 做生意 或者想想想的 有没有想过 今年之后开始创业 有的,有想过 不要想了 开始了 不过不用急 今年的运是生日8月8日之后开始 因为07、08、09 是你一生人第一个运 所以不用怕 09生了一个BB 都养得起有得 你很好 你上来是在走运 我们很多上来都是叫你等运 对 有时没有就没有了 不能说谎 还有什么想知道 除了走运,钱之外 BB会不会好 BB好像真的对你好很多 因为你的子女功是特别好的 而且子女功相合 再看面相 你的龟来就比她饱满 不用问了 BB一出生都是跟你的 从小到大都是黏着妈妈 黏着妈妈 没办法 有什么想知道 他在走运 那我会否在旺区 你不是人敢旺夫运 你要36至56才行旺夫运 那你想不用做的话 熬到36了 都不好了 有什么想知道 那我还没走 那我想问我自己的事业运 你现在是普通运 因为你现在是秋天出世 是平命 我再看你面相的部位 你颜又不是特别差 眉眼又不是特别差 但是不是又特别突出 它又不是特别突出 因为你眼虽然也叫做有神 但不是特别 是很有神的那些 叫它略好 它变成了你比较平稳 所以原来40岁前也比较平稳 如果看完相 也是40岁前一路到路比较好 因为你的鼻和两拳 加上下巴的位 全部没什么缺点 40岁后呢 熬一下 不需要熬的 你的相 都说是它要熬的 你不用熬 旺夫运 之后旺夫 之前也不用熬 你有打算多生一个 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 在眉头运 捉零三瘦去零三十一 可能都会生 看个命也有机会 那年刚好有冲泰雪 会冲泰雪又容易有寶寶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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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